加拿大周二有7个省份报告新增新冠病例,增加确诊1248人,总数达146666人,全国新增死亡6人,死者总数达9234人,全国共有10527个现存病例,同时有126905名患者已经康复。 总理特鲁多周三将发表全国讲话,向国民讲述疫情的紧迫性,特鲁多办公室周二已与加拿大各大电视广播公司联系,要求预留广播时段向全国发表演讲,总理办公室表示,对可能的第二波疫情来袭感到沮丧,特鲁多的发言人艾哈迈德在向媒体发表的声明中说,总理还将在施政报告中阐述政府的计划,以抗击疫情并重启经济。 自由党政府的一位高级官员表示,新冠病毒感染的上升,使加拿大处于非常危险的十字路口,这位官员说,我们基本上已处于战争状态。 这次不寻常的总理全国广播电视讲话,定于周三东岸时间下午6点30分,西岸时间下午3点30分开始。 周二全国新增病例方面,魁北克新增489宗,总数达68,617宗,安省增加478宗至47,752宗。 亚省新增150宗至16,889宗,BC省新增96宗至8,304宗,沙省新增10宗至1,824宗,缅省增加24宗至1,632宗,新思科舍省增加1宗至1,087宗,其余6个省区周二没有报告新病例。 魁北克省新增1人至5,805人死亡,安省多3人至2,832人,亚省新增2人至258人死亡,全国其余10个省区当天无报告补充死亡数据。 全国疫情最严重的魁省目前有3,362个现存病例,比前一天增加169人,其中168名患者需要入院治疗,比前一天增加20人,包括28人在申妾治疗部ICU,比前一天减少2人。 此外,魁省有59,450名患者已经康复。截至周二,全国10个省份总计有10,527个现存病例,只有3个特区现存病例清零,包括玉空地区、西北地区以及努纳福特地区。